台湾首播梅雨报道 4号凌晨北部中部地区降下大雨 水库集水区有近障 原本期待石门水库供水区三阶段限水有望解除 但民众恐要失望了 我们希望到6月底水库还至少有两个旬的 20天的一个蓄水量 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在推估 在6月底这个水库要能够蓄多少水 经济部强调至少在6月底前 石门水库要能正常提供20天水量两个循环 才能暂停限水措施 而到今天中午为止 石门水库累计雨量23.8毫米 预估入流量363万吨 宝山加宝二47万吨 台中德基98万吨 南投物社水库200万吨 气象局预估这两天北部中部降雨几率都超过50% 周四还有另外一波封面 北部中部仍有降雨机会 因为这两天还有一波的雨 我们看看情况在星期五的时候 如果到了一个可以检讨的阶段 我们再来做检讨 得看老天雨是再评估 另外高雄地区5月12号起 要不要实施限水措施 5月9号也将开会一并决定 但台湾遭逢10年最大汉象 水利署也延宁三年内统一全国水费 因为目前北市和部分新北地区平均水费 一度只要8.39元 其他县市则是10.93元 未来研议用越多水费越贵原则 最高空涨五成 虽然还没拍板 但水资源珍贵 民众人得持续节约用水 欢迎新闻 赖伟凡刘亦如台北报道